缺药问题不断恶化 尤其是上了年纪 很多人都会吃的降血压药 降血脂药都出现缺药 很多老人家出现认药的状况 被迫换学民药就不肯吃 反而让病况更加严重 我们就尽量拿到原医院去领 不知道那个成分不知道 有没有医药 他就说我就是医院叫我到外面来领 你又叫我去医院去领 我说你拍一张过去 请这医生改掉那个胃药 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给药了 这样子 位于偏乡规模小 用量少的药局更是缺药严重 像是花莲玉里这间药局 目前只能开出替代药物 慢性病的药到底有多缺 改善尿滋留的 治尿通定跟胃可力定 胃药太克未通全数缺货 只慢间患者大多是长辈 只有一到两成愿意换药 更麻烦的是 防便秘的氧化美进货架 已经高于健保价的四成 消炎药重要的成分以兴安分 进货价也高于健保价的三成 钥匙直言 原厂药会大规模退出台湾市场 另外像是治疗菜花的健保药 太幽宁乳高 已经长达一年缺货 也没有其他的健保药可以替代 想治疗菜花就得自费 因为医院缺药品项激增迫使健保署延后宣布砍药价 但钥匙跟医师一致认为中央不从制度面解决问题 一昧的砍药价 缺药的问题不可能解决 记者李琴王一仲台北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